禁放低迷的車路士,12號深夜的英超寶賽作客富咸 日前由馬體會借入的祖奧菲力斯,金像披上11號球衣,正選上陣 起了他的英超地標戰,出場不足一小時,就因為一下的粗野攔截,領紅被燭 結果10人應戰的車路士以1比2不敵富咸,已經是近9場的第7場敗將 以25分,跌落聯賽榜第10位 祖奧菲力斯效力馬體會至今未直接領紅被燭 竟然在英超頭58分鐘已經打破紀錄,需要停賽三場 車路士斥資970萬磅的借用費,菲力斯長軍費用大概是46萬磅 如今坐三場球監,即是等於車路士已經百花近139萬磅 而車路士主帥撲達賽後力挺菲力斯,直言他沒有意圖傷害對手